我們專輯的名稱叫Live台北騷的故事 那騷其實是描述音樂的狀態的那個靈動跟鮮活 那這個騷呢 其實等一下大家一開頭一聽到那種 會以為是傳統Nakashi的歌 那其實它是用傳統Nakashi的編樂 然後跟現代的那個Jazz融合在一起 那也是做出一個在音樂性上的一個對比 那其實這首歌也是很有畫面的 我自己在演唱的時候也是有去同時扮演兩個不同的歌 那第一首戲是 這是一位日本的老師做的曲 然後叫金靈茂姿 然後是黃石友大哥他寫的詞 那他也是跟我合作舞蹈專輯的 所以就是希望給大家一種比較聽起來比較舒服 比較輕鬆的感覺 西式 然後我覺得我們這次的西式的編曲 大家可以聽到是有的非常的豐富的 然後可以聽到那種發洒的Jazz的那種 最應該是說最原始的可以去呈現它的那個曲風的面貌 對 我當時 那種 我四時 會等待我幾世紀 你今晚 今晚 會偷偷清醒 我幫你 對 第六首歌 我們祝台北 我想這首歌 啥啥啥 很有感觸齁 對 今天這首歌 作者也是 這位謝志豪老師 很厲害 謝志豪老師很厲害 二姐好多歌 當時悲哩啦 後悔的方法都是超好的事情 那我跟老師有合作舞蹈專輯 那這首歌我住台北 然後是老師 他因為以前老師是台中人 那他以前就是年輕的時候來台北自己打聽的 那個心路歷程 然後呢 也是因為老師跟我合作那麼久的一路從 看我從比賽這樣子到發唱片 一個這樣子的一個歌唱的一個歷程 然後就是合在一起把我們的心情 就寫成了一個住台北 就是那種講說一鄉人在外語打拼的那種 孤單有時候那種無助 可是同時又對未來其實是充滿希望的那種精神啊 就請大家可以聽一下比較安靜的手 那種很好的音響可以體現出那種 錄音當時的那種 細節包括我的歌唱 對大家可以聽到的話很多很多的細節 呼吸啊什麼 在我歌唱路上我覺得也是 讓我就更進了一步 可以更去 提高自己在歌唱方面的一個 一個呈現方式 我覺得其實是蠻好的 那因為這次是去馬來西亞嘛 所以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會有水平的 對而且他們那邊食物就是比較多一些 咖哩壓蠟的 一開始其實是經常好洗手機這樣 然後後來去就是 在馬來也有一段就是 前輩那個菜也要被打擊 對 但其實我覺得馬來還蠻舒服的 因為你在國外就是說 工作的一個好處就是你可以 邊感覺邊玩邊走 所以像那種壓力更大 就是相對 就 稍稍稍微輕鬆一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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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